欢迎来到麦斯学院移动UI设计规范的课堂 我是你们本节课的色课老师奈特 我们今天第13节课讲五种首页的制作方式和思路 大家目前在云音乐这款APP的界面上呢 看见了是一个首页的展示情况呢 它呢具有中国风的特点 然后是和猴年和中国春节密切相关的一些界面元素 比如说它的状态栏然后导航栏以及下面的图标 全部都是用了一个猴的元素在里面 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这些这种风格的APP的制作呢 是要求很高的 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 着重有两点 第一呢就是摸清楚啊 首页的风格是怎样制作的 然后要注意哪些要点 第二呢就是知道APP首页 它的内容元素构成有哪些 第二呢就是说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五种首页的制作方式和制作思路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页的风格和内容元素构成 因为首页呢是直接决定了整套设计稿的视觉风格 所以说非常的重要 首页的风格的话需要考虑的维度 有配色图标 拍摄布局 然后姿体等等 常见的首页的内容构成的话 有广告图啊 有广告图啊图标 卡片式啊 然后我们立表式啊这些方式 当然还有各种功能的入口 此外呢还有产品的常用功能的一些体现 比如说一个产品它最常用的一些功能 可能直接就在首页上体现了 比如说一个相机的APP 那么它的拍摄功能呢肯定是在首页最显眼 最方便的位置体现出来 那么首页的风格确定的话 可能就是说需要大家反复去尝试和调整的 因为整套的设计稿的话 很多时候就是从首页延伸出来的视觉规范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结合一些案例 来看一下首页的制作方式和思路 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入口导流行的 大家目前在屏幕上所看见的 欺负宝、中国联通和魔徒这些APP的首页 它们都是属于入口导流行的 那么入口导流行呢 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一种移动单的项目设计方案 它呢常用的是采用的功格形式 或者九功格啊或者说六功格啊等等 比较常见的一种首页布局啊 精简首页的内容呈现 那像中国联通这样呢 可能会提供一些 Banner 然后还有主要的频道啊 分类搜索框入口啊 告诉用户 这颗APP或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啊 它是有哪些引导用户快速的进入到2G一面 也就是说呢首页不再是真正的消费者消费内容和用户对话的场景啊 比较常见更多的是起到分流的作用 大家在屏幕上所看见的像京东啊 游戏浏览器 图牛这些啊都是属于入口导流型的 目前市场上的话可能绝大部分APP 或者说移动端的UI设计 包括微网页等等 那么他们都是采用这种布局和方案 那么这种入口导流型的设计方案的话 优点的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简单明了 直接了到功能很清晰啊 引导用户想干嘛就干嘛 手业呢也相对比较短 那么缺点的话就是说用户像在淘宝啊 或者说这些APP上面 他们的手业不会产生消费或者说对话反馈的场景 换句话来说交货的比较少 如果分类不合理的话会导致用户选择困难 就是说做这样的一个入口导流型的手业的话 如何进行分类合理的呈现产品的主要功能入口 这些是对设计师的一个极大考验 需要和交互和产品老板反复的讨论 那么手业的配色的话 还有排断布局的话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像京东这样啊 上面呢是一个广告图啊 下面呢紧急的下面呢就是各种主要分类的入口 像优胜浏览器也差不多 然后图牛这个也是一样 那么再接下来呢像这些电商的啊 或者说内容内的APP他们下来 接下来就是一个内容的呈现啊 主要的商品信息啊 或者说主要的新闻内容啊 可以用户不断的往下滑 但是它主要的功能模块分类的话 就全部在首页上进行呈现了 很多时候你从这个首页分类 就进到各种不同的二级页面去了 那么入口导流行呢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瀑布流行的啊 大家目前在屏幕上所看见的四款APP的截图呢 就是瀑布流行的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在移动端的首页呢 是打造用户消费的内容的主要场景 比较典型的做法的话就是说 它的首页可以无限的加载 用户可以一直往下拉 那么比较适用的APP的话 是电商和内容内的 或者新闻资讯内的一些APP 像微品会啊 居美优品啊 礼物书啊 微博啊 花瓶啊 或者说Pinterest啊 这些APP 他们都是可以在首页用这种瀑布流行的 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旅游类的 APP首页 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方式 它的优点的话就是说 用户可以在首页尽可能的完成 自己想要的消费和交互场景 减少成绩的跳转 因为你不需要 去找各种各样的分类 直接在首页无限的往下滑 往下拉就可以了 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 就是说形式比较单一 缺乏区费性和游戏性 加载时间 如果你一直往下拉的话 要不乱去加载 如果时间过长的话 体现就会欠佳 那么这是瀑布流行 也是一种比较实用的一个 首页的布局方式 看起来是很简单 其实呢就是说 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当然像流说这种 它是结合了瀑布流行 和首页的一个分类 打横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在状态栏下面有个范围栏 下面就是让你选择 你想看的一些内容分类 第三一种 我们为大家介绍对话列表型 说直白一点 就是说是一些社交内的APP 他们所采用的一个 首页布局方式 那么他们呢 首页就是说是 直接就是一个对话列表 因为这些社交嘛 你就是信息的传输 那么 这些内容信息 是和在进行对话 这些必须要用列表来排列 你不可能说用一个 九宫格或者说 宫格形式的方式来排列 那么大家所看见的 WhatsApp WhatsApp 还有QQ微信 这些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像其他的很多社交APP 或者说社交内的软件 他们都是大多采用这种方式 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首页布局方式 那么优点的话就是说 非常直接 一目了然的 就看见了 你当前正在进行的信息降流的 哪个分类群 比如说你在和谁说话 或者说你在哪个群组里面说话 这是对话列表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两个功能型的 第一种呢就是说 直接把主要功能放在首页 像大家所看见的地图类的APP 百度地图或者苹果系统的地图 或者说高度地图 那么你打开之后 首页呢 直接就是一个 你看见的时候一个地图 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这一点 当然它也可能在 它的首页档里面呢 让你进入到其他的选项 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地图 所以说一进来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呢 包括现在的一些拍照 或者说摄影的APP 它们一进来呢 也是个主要功能的呈现 比如说像 像苹果的拍照 它一进来呢 就是一个拍照的界面 那地图呢 也同样的道理 再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功能性的APP 是WiFi连接工具 大家目前在屏幕上所看见的WiFi万能样式 腾讯WiFi管家以及上网程序 它们的呈现方式呢 就是说一进来头部 或者说屏幕真正中间 都是这个APP的最主要功能 因为它的功能就是比较单一 让用户快速的连接网络嘛 你就直接在手艺上呈现就可以了 不要再给它做导流 或者说什么瀑布流 也没必要 直接在手艺上就可以呈现了 让用户快一点 也方便的进行主要功能的使用 今天我们课程的重点呢 就是说第一呢 要熟悉APP手艺的多种呈现形式 尤其是入口导流型 因为入口导流的话 是可能制作难度非常大的 因为要牵涉到很多图片的绘制 然后 重要功能的排版布局 哪些是优先级 然后还有手艺的话 如果它采用了广告图的话 可能也会要求设计师 会制作很精美的广告图 那么接下来如果大家 做的是瀑布流行的话 那么你的就要规划好你的卡片 每一个卡片是怎样来制作的 因为它瀑布流行的话 每一块设计的内容是一样的 每个卡片的内容是一样的 全部是设计好之后 设计好一个之后 其他都是复制粘贴 第二呢就是说 希望大家根据不同的需求 制作各种类型的手艺 看你的APP的功能 如果它功能非常多 像支付宝 京东淘宝 或者说一些信用资讯类的APP的话 它们的功能就太多了 可能就需要做入口导流 但如果你的内容比较单一 那么你可能就考虑第四第五种 要直接主要功能体现在手艺 或者说你的内容是很多的话 就像发购或者说微博这样 普普流行 所以说要根据不同的项目来 斟酌自己到底该选用哪一种的 手艺制作方式 那么第三呢就是说 告诉大家 手艺的确定过程呢可能会很长 所以是需要制作多种风格 比如说你制作入口导流行 可能也会让你制作各种各样的 入口导流行的手艺 那么希望设计师保持足够的耐性 还有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 那么今天呢留给大家一个作业 就是说制作自己设计项目的手艺 同时建立设计规范 设计规范尤其重要之前我们课程所讲过 一定要和你的设计工作同步进行 否则你手艺做好之后 因为你可能会做很多版 如果你没有设计设计规范的话 你可能在往后做其他页面的时候 就会乱掉你的字体啊配色啊 然后间距啊这些 可能就和什么又不一样了 所以希望大家同步建立设计规范 那么今天的课程主要内容呢就是以上这些 可以 雨